说到林芳斌大家可能不认识,林芳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中国内地女演员。 198年凭借电影《夜行货车》和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,同时提名电视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。 努力的她最终得到回报,人气大增,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。 在那个年代,流行的美人都是甜美含蓄,气质端庄大方。 而这些特点,林芳斌都有,因此不免遭到一些人的暗害。 在陪试电视剧的时候,她临时去洗手间,结果刚走到门前就一块玻璃从楼上掉下来。 她说道,刚好从自己的鼻尖划过,鼻子差一点点就要被割掉,当时的她快要被吓死了。 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对这件事,因为已经发生了,之后也拍摄了很多电视剧,但是慢慢的就淡出了一落圈。 她一次采访中说道,娱乐圈真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,是一个看不见刀枪的战场,确实娱乐圈不好干啊。